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法院提告求償150萬 我們是最近才發現 他在高雄的診所門口 有那樣不當的使用我們的校像 完全沒有問過我們 我們第一時間發現 不是直接找律師 是好好的跟他們溝通 但是被對方敷衍 看看一張張跟診所的合照 官網上還有當年新的分享 都是雞排妹提供給診所廣告使用 但他控訴診所門外的柱子上 大大放著他的照片 並不在授權範圍內 要求撤下刊板和解約 但沒想到對方對他人身攻擊 還威脅要公開他以前的醜照 我們接下來會非常擔心 也許下個禮拜某個週刊的封面 就是我當年的裸照 事後雞排妹也在臉書發文 承認大腿做過兩次超級手術 反向當時18歲在診所做壞了 後來才去別的醫美補救 不過診所也發出聲明 澄清沒有要散佈醜照的情勢 沒想到習日合作對象事隔多年 卻突然骨骰 曾醫師特務大宣 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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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